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麥玉杰小麦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 小麦的健康笔记 还是要不厌其烦来提醒一下大家 记得呢 可以帮我们在YT上搜寻关键字 小麦的健康笔记 就可以找到更多的内容 记得一定要帮我按赞分享 还有多留言 有失大逗的 不仅是没有增加主癌的罹患率 反而会减少 反而会减少 他们有算过来 大豆义黄冬 你每增加10毫克 可以减少乳癌的发生率3% 所以说其实不只不会增加了 反而还有预防效果 因此我们任何年轻的妇女 还没有停停之前嘛 现在都充满着女性荷尔蒙嘛 那你如果担心罹患乳癌的话 那怎么办 你就多吃 还有大豆义黄酮的食品嘛 很简单就是豆腐嘛 豆干嘛 豆浆嘛这一类嘛 甚至于说大豆煮来吃嘛 对不对 最近一个是2024年 今年的研究 那是多国团队 包括美国啦 那个英国欧洲很多的国家 多个团队的研究 这个呢就是 研究说 有吃大豆食品 就是有吃大豆义黄酮 食物的人跟没有吃的人 去做比较 结果发现说 有吃还有大豆义黄酮食品的人 他的乳癌的复发率 他已经得主癌了嘛 他的复发率 他会减低 会减低 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还会减低 所以说你如果你有得主癌 或者是你妈妈得主癌 你觉得得主癌 你要叫他多吃这方面的食品 那这研究呢 他还告诉我们说 最大效果是吃到多少 他差不多是60毫克的大豆义黄酮 所以当然10毫克就有效果嘛 越多越有效嘛 近年来医界普遍在宣导说 如果我喝豆浆的话 可以防止乳癌 但是呢 也有另外一派说法说 其实乳癌患者 应该要少吃黄豆制品 因此很多民众 就会疑惑说 尤其是女性朋友 就会疑惑说 我到底可不可以多喝豆浆 或是多吃豆腐 因此呢今天邀请到 这个曾庆元医师 来帮大家做解答 我先问一下曾医师 其实喝豆浆补充大豆义黄酮 大家都觉得说 对于人体是蛮重要的 到底大豆义黄酮是什么东西 大豆义黄酮 它是个总称 它就是植物的雌激素 我们叫植物雌激素 雌激素就是说 类似于我们身体里面的 那个女性荷尔蒙 雌激素 它的结构很类似 所以我们叫做植物的雌激素 植物雌激素 好 那因为有雌激素这三个字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那它是不是就是很有可能 会造成这个 女性雌激素相关的各种疾病 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有理论基础 虽然它是错的 但是它有理论基础 原因是这样子 我们知道一个人 他会得乳癌 那他的最大的后天因素呢 就是雌激素 女性雌激素 因为乳房的细胞生长 需要荷尔蒙刺激嘛 它需要的荷尔蒙就是雌激素 让它刺激生长 那因此呢 绝大部分的乳癌细胞呢 生长也是需要被 这个女性荷尔蒙刺激 让它生长的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乳癌的疗法里面 就有所谓的荷尔蒙疗法嘛 就是把这个雌激素阻断嘛 对不对 好 既然是这样子之后呢 那我们所谓的顾名思义 那植物的雌激素 也应该会造成类似效果嘛 那么得了乳癌的妇女 就不应该摄取含有 植物雌激素的食物嘛 那怕得到乳癌的妇女 也不应该吃 这大豆的食品嘛 对不对 这叫做想当然了嘛 但是呢 这东西呢就是 科学还是要检验它啦 到底有没有差别 那我们现在发现说 其实是不会啦 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说植物的雌激素呢 它的结构很类似我们的女性荷尔蒙雌 雌激素很类似 但是呢 它是功能很弱的 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站着毛根不拉死的 这下午 所以说我们真正女性的荷尔蒙雌激素 结合到癌细胞上面的受体 会刺激它 那个分裂生长 可是植物雌激素呢 结合到以后呢 它是站在毛根不拉死 它不会让这个癌细胞生长 可是它有站着位置 让你身上还有残留的 任何一点点的雌激素呢 没有机会去结合到癌细胞 所以它不会 那因此呢 就是有人做研究 研究什么呢 第一个 对于没有得乳癌的妇女 吃这个大豆的食品 那会不会增加乳癌的激励 有做过很多研究 最早2009年 他们就有做过研究 上海那个妇女 三万七千多人妇女 就是来研究 有吃大豆的 那个跟没有吃大豆的 还有吃大豆的剂量 那个量 都有研究出来说 有吃大豆的 不仅是 没有增加乳癌的罹患率 反而会减少 反而会减少 他们有算过来 大豆一黄冬 你每增加10毫克 可以减少 这个乳癌的发生率 3% 所以说其实 不只不会 会增加了 你反而还有预防效果 那因此呢 我们任何年轻的妇女呢 还没有停经之前嘛 对不对 身上都充满着女性和尔蒙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担心罹患乳癌的话 那怎么办 你就多吃 还有大豆预防的食品嘛 就很简单 就是豆腐嘛 豆干嘛 豆浆嘛 这一类嘛 甚至于说 大豆煮来吃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 停经之后的 那个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已经得了准备的 已经得了准备的这些人呢 那我们也是听到说 很多医师感说 你不要喝豆浆 对不对 那这个 刚刚讲过理论上 就是那个 还是需要临床的检验嘛 这个检验呢 也是做过好多次 从2009年 那个美国范德堡大学也做过了 那最近一个是2024年 今年的研究 今年的研究 那是多国团队 包括美国啦 那个英国 欧洲很多的国家 多国团队的研究 这个呢就是 研究说 有吃大豆食品 就是有吃大豆义黄酮 食物的人 跟没有吃的人 去做比较 结果发现说 有吃 还有大豆义黄酮食品的人 他的乳癌的复发率 他已经得主癌了嘛 他的复发率 他会减低 会减低 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还会减低 所以说你如果 你有得主癌 或者是你妈妈得主癌 你觉得得主癌 你要叫他 多吃这方面的食品 那这研究呢 还告诉我们说 最大效果是 吃到多少 差不多是 60毫克的大豆义黄酮 所以当然10毫克就有效果嘛 越多越有效嘛 最高效果是达到10毫克 所以10毫克 那医生我想问一下 那这样子我 你推荐大家补充高剂量的 大豆义黄酮吗 因为市面上也有一些 大豆义黄酮的保健食品 这个我倒不推荐 我倒不推荐 为什么 因为说 因为你要预防癌症 这个动作呢 你不是预防这个月 你要不是预防今年 你明年也要预防 你这辈子都要预防 那因此呢 预防的动作呢 一定是没有安全顾虑的 一定是没有副作用的 这个东西 那有副作用的 那么就要临床试验 去证明说 你的益处大于坏处 你没有坏处的 你就不用临床试验嘛 你只要有一点点的好处 你都可以尝试嘛 而且你可以做一辈子嘛 是不是 好 你现在讲说 那个大多义黄酮 大多义黄酮的 他的那个保健食品 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我们不晓得吃这种 纯的萃取物 有没有安全性的顾虑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就不能讲 不知道 但是呢 我知道说 你吃一辈子的豆腐 喝豆浆都没问题 对不对 那因此呢 你就从食品获得就好了 除非有一天 大多义黄酮的健康食品 能够证明他没有安全顾虑 否则我就认为说 食品就好了 因为这含量很高啦 因为这食品 这食品含量很低低 一点点 你当然知道 这是萃取物嘛 它含量多你就不用嘛 它含量很多 而且很便宜 好 那另外由于 这个大豆一黄酮又被叫做是植物性的雌激素 那刚刚医生从很多这个研究来证实说 对于人体其实是有好处的 也可以降低这个乳癌的发生几率 那我想问一下医生 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食物 天然的食物 它也就是含有这个植物性的雌激素 可以推荐民众多吃 这个问题很好 植物雌激素 很多植物都有 很多植物都懂 基本上你每天吃的食物里面呢 它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 那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会吃 那当然它量多少不一定啦 那我们说 大蒜 大蒜是一个例子 全麦面包也有 全麦 坚果也有 那那个芝麻也有 其实很多都都有 但是 但是 我也要但是 它们这个植物 实际处呢 它的成分不是乳黄酮 它是木芬素 木芬素 大家都那个乳黄酮吃进去 它就有效果 但是呢木芬素 吃进去以后呢 要经过肠道的细菌代谢 才会产生效果 但是呢 每个人尝试的细菌都不一样 多少不一样 你也不知道 代谢的成果怎么样 所以说 你吃其他食物的 吃激素呢 就不可预期 所以效果 效果也比较 不可预期 那另外呢 那个木芬素 它的那个强度呢 其实也没有乳黄酮这么强 所以说我就是 所以说你吃那些食物呢 你就不要想吃激素了 那就是油而已啦 跟你大概没太大关系啦 好那医生我问一下 哪些人比较不适合 喝豆浆跟吃豆腐啊 那个基本上 那个他我刚刚讲 他是安全嘛 对不对 不然我们现在每天喝豆浆 你就担心什么 但是有三种人我要注意 很少住的人 他会对大豆过敏 那这个没办法 你就碰到了 你就认了嘛 对不对 大豆就跟你无关了 你就不要吃大豆了 免得过敏了出现休克 第二种人呢 是可以吃的 但小心 这么人 就是甲状腺低下的人 甲状腺低下的人 他要服用荷尔摩嘛 对不对 那大豆一网统会干扰 这个药物的吸收 所以说 在吃大豆食品的时候呢 那你可能要 因此而调高剂量 否则你会药量不足 这个第二种 那不是不能 只是要调高剂量而已 然后第三个 你有听过残痘症吗 有 残痘症这个名称 就是G6PD缺乏症的 讲残痘症是因为 是因为残痘比较有名啦 但是不是只有残痘啦 大豆也算啦 大豆也算 那因此呢 残痘症的人呢 就是G6PD缺乏症的人呢 也要注意一下 大豆有可能会造成 溶血性贫血 有可能 但是不是一定会 那因此要注意一下就好了 好 那另外我问一下医生 建议每天的摄取量 到底是多少 是说我吃越多越好吗 基本回答是 基本回答是 吃越多越好啦 现在问题就是 要吃多少才够啦 才做我们刚刚讲说 60毫克 大豆一黄虫嘛 那你要吃多少 豆腐 你要吃喝多少豆浆 才能喝到这种量 你怎么会 我们刚刚讲说 你不要吃 保健食品嘛 那我要吃多少 你怎么算 很简单 那个一个你如果那个豆浆 豆腐呢是标准制作方法 那么就是400克的豆腐 或者是500毫升的豆浆 一天你喝到这么多 那就可以了 那我们标准杯那个豆浆 像台湾标准杯是250cc嘛 美国是240嘛 两杯就够了嘛 但豆腐也是一样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知道嘛 豆浆有浓有稀嘛 对不对 你掺水半杯也可以掺成一杯嘛 豆腐有的也很稀嘛 所以说当我们谈到说 这个食品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说哎呀 有的掺水 那个含水量太多了 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用那个重量了 那有办法 我们看那个包装上面 它有那个食品成分的 那个成分表嘛 说碳水化物多少 热量多少 蛋白质多少 对不对 你看蛋白质 蛋白质部分 如果你吃的是豆腐 你看它上面蛋白质 它想说蛋白质 还有8克 8公克对不对 那么你就要吃这个四份 反正你要吃到豆腐的蛋白质 达到32公克 那么就等同于吃到60毫克的 那个硬黄酮的 你可以这样换算 因此呢 你如果那个豆腐很水很水 你就要吃多了 豆干就要吃 你可以吃很少嘛 一样道理 那豆浆呢 因为豆浆的那个大豆硬黄酮的成分 比豆腐还低啦 所以说你豆浆的话 你看上面的标示的蛋白质 你就要吃到有40克的蛋白质 那么你就可以吃到60毫克的大豆一网醇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协会认证高品质的酷拉索 卤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卤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aw Your Care